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书超 三十四岁 山东几名东方学校舞台搭建设计 各位老师好 各位企业家好 我叫金书超 来自美丽的城市山东省辽城市 我的专业是一名活动策划 但是我酷爱吹萨克斯 欢迎你 金书超 你是这个东方艺校学活动策划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到上艺校的呢 其实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这个乐器音乐类的东西 后来我的一个老师说 你又没有考虑过上艺校 就这样选择了上艺校 可是艺校当时对你的家庭来说 这比花销不少吧 是不少 学费那时候应该是两年是七千多块钱 生活费那时候父母一个月就给二百块钱 其他怎么解决呢 在学校里有一个兼职的军乐团 那时候外边有开业的 或者有干什么的 你可以跟着他们去挣那三十块钱去 就读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很难忘的事吗 其实当时就因为买这个萨克斯 那时候是两千块钱 我天 其实作为农村来说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萨克斯是什么 你也是够败家的 你就不能选一个花钱少的 因为那时候 什么点钱 听到国外的那个肯尼吉吹的那个回家 就特别的喜欢 哎呀这个真好听 所以那时候就 唢呐也挺好听的呀 不喜欢 没有考虑过唢呐 后来我之后才知道的 当时就因为这是我妈卖了一头牛 家里当时几头牛啊 两头 一头大的姜那头小牛 就把那头小牛给卖了 你当时不知道 不知道 这事真不知道 这把萨克斯还在吗 还留着吗 这把萨克斯在老家留着 因为时间太久了 这话说起来应该有小二十年了 父母亲应该是非常的开明啊 一头牛在农村里就意味着 相当于一台拖拉机啊 对 那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 对了不起 那你现在萨克斯吹的怎么样 现在我就是没事 我就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在北京接触不到 什么样的大平台 我就策划了一些企业的小年会啊 还有社区的一些小活动啊 跟他搞搞这种活动 我就想学习一些比较大的 比如说像那种 电视节目啊 或者明星演唱会啊 或者这些大平台 我就想一边学习 一边在施展我自己的这些东西吧 就是你想学习 关于大型活动 活动策划的这方面的经验 对 和这个有关的岗位 对对对 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 但是大老师我觉得 舒超对活动策划这事 有什么误会 就是如果来找工作 要不就去甲方公司 帮这个企业 对 以营销或者以做活动 或者是活跃球等等 招标啊什么的 对对 目的来做企业的这个活动策划 要不然去乙方公司 像小燕那样公司 她服务很多的大的企业 活动执行 这样我接着雨昕地问 你是更偏向于甲方这边 还是乙方这边 我更倾向于乙方 因为我干的就是乙方这个活 你都做过哪些活动 好多的企业的 你看头几天 头几天是 一次时间搞的是七一 这个建党的好多小活动 就是都在搞建党 某个社区 某个街道都在搞建党 我就是我这些活动 我几乎都能给它策划 其实这个很简单 你是到人家公司 人家公司接了这个活 你然后给你 你来策划 对 你怎么策划 舞台 演员 灯光 音响 其实就这几部分 你来传 对 我来传 对吧 撰稿吗 撰稿是主持人的事 撰稿是主持人的事 因为那个活动 可能不是像你想的 那么复杂 大概可能有十个节目 我就交给主持人 主持人一看 他就把稿子全给我写下来 就把这串词 就自己写出来了 提前见了主办方 主办方会告你 哪个领导上台讲话 哪个领导不上台讲话 把流程跟你再对一遍 对 你目前接到的 你最自豪的最大的 印象最深刻的活动 是哪一个 没有太大的 不是 书超你必须得拿出面试者状态 你没有大活动 你就是我组织过十人以上的 或者是十到一百人 就是大家得知道 你组织活动的能力范围 我感觉书超你这个也不是乙方 你属于丙方 就是传这一个事 然后服务乙方 而且你不是活动策划 你是活动执行 因为我们也做过很多的这种策划 我们做的这种一个舞台 整个一个活动六百万 那如果你去的话 我有点不放心 不放心在哪呢 第一 我们服务权上市公司 他的合同里就有一个协议 就是说不准在外包 那如果我找你 我就找不了你 所以你必须把你的专业的地方 说出来 不能说你传一活 这个是非常不专业的 就像做策划 你比如石头老师说 我有个点子 那这不专业 我什么时候用过点子这个词 于林 我想请你给他指导一下 你如果做一个活动策划 你觉得怎么做 我现在想是针对这个选手有用 而不是教你 我没时间教你 你教我 我想来讲的是 我很同行你的无知 我想来讲的是 你连他都教不了 不是 你是属于打嘴架了 我想来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现在的情况 我给他一些 你怎么就不能教他呢 于林 你赶紧的 于林 挑战一下 都别说话 来 你教这杨石头 首先如果我们去做一个活动也好 做一个品牌的发布会也好 你比如618 618你做一个活动 那我首先会要充分地净调背书 好 我们是所做的净调至少20倍以上 先要充分地了解他的内容 结论呢 然后结论之后就是我们是品牌的需求 还是营销的需求 数字营销是我最擅长的 我做了十年了 不是 别说道理 618怎么卖货 打什么钱 选好的渠道 好的形式配合好的渠道 比如当下要用故事营销的方法 比如 软性地去通过 比如说渠道很简单 直播必须投的渠道 然后小红书等等种草 要看具体什么产品 比如水果也好 其实做水果 比如新华网 新华网我们给他合作了三千多万 不是 你先别说工具 不是说产品吗 我们用新华网的直播平台去卖这个水果 结合乡村振兴 叫什么 城局618 助力乡村振兴 行 我知道你的水平了 好了 给回到人家那儿吧 不是 你知道 我们没好 我们不知道 我认为他点评不了 因为做卖货的这个事 我是卖过的 而且我卖过上亿的货 所以这个不服来战 好